他要忍著選舉完之後 改變了很多事情 以前大家很受不了 指揮中心浪費那麼多錢 疫情其實沒有相對那麼嚴重 也沒有那麼多政令要宣導 每天開記者會 燒我們的納稅人的錢 到底這個記者會什麼時候要結束 而且在選舉的時候 指揮中心已經變成 陳時中的第二個競選總部了 結果一選完 宣布 以後改成禮拜一跟禮拜四 源氏你知道為什麼 改成禮拜一跟禮拜四開嗎 就是其他天不開 只有禮拜一跟四開你知道嗎 因為 為什麼 我聽說 就是他們問陳時中說 這樣還要開嗎 一時一時開一下 他們就聽成禮拜一跟禮拜四開一下 是 這開玩笑了 這完全開玩笑了 那還包括口罩 今天跟禮拜六請問疫情的差別是什麼 今天宣布12月1號開始戶外不用戴口罩 但禮拜六的時候確診的不能去投票 一個選舉到底 今天跟前天的疫情到底變化在哪裡 你怎麼看這些事情 就是沒有一個標準 就是說這個其實柯文哲以前講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的防疫都沒有一個戰略目標 就戰略跟戰術都達不起來 就是說你戰略上如果說 我們要與病毒共存的話 你實際上你有一些措施就要相對的放寬 可是我們方向上是要跟病毒共存 可是我們有一些規定 還是好像是一副走 往那個清零的方向走 所以就會讓大家會有種無所適從 然後就變成說好像現在政策改變就是 誰指揮中心高興 他高興要每天開記者會就每天開 然後他覺得不用每天開就改1 4 就隨便看他高興 我覺得這個中間當然你就不得不 你會認為有選舉的考量 否則為什麼時間點是這麼的巧合 就一選完馬上就改變 你為什麼選前不能夠宣布 你是擔心說選前宣布會影響到 陳時中的選情嗎 還是說選前每天開記者會 有利於陳時中的選情 或者是說指揮中心的存在 他可以有助於幫陳時中拆炸彈 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大家當然會 往這方面質疑 只是說選戰選到 現在選戰已經選完了 我們也希望說指揮中心 可以逐步走向正軌 包括就是說我們現在 是不是指揮中心還要維持 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現在要與病毒共存 指揮中心實際上可以改成二級開設 改成二級開設的話 你就可以降低很多行政成本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比如說 疾病的通報的手續也會減變 也會讓很多醫院的行政人員的 負擔會大幅的降低 所以我們也希望選舉選完了 你就好好的回歸正常的防疫 然後可以讓大家回歸正常生活 就不要再這樣子一直弄下去了 有一個地方選舉還沒有結束 就在屏東縣 屏東縣在可能要進到 驗票的一個階段 蘇清泉他已經是幾乎有史以來 早期的不講 近期這一二十年來 得票率最高的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總共拿到二十萬六千多票 周春銘民進黨的是二十一萬七千多票 差一萬多一點點而已 46.59% 周春銘49.09% 但是在禮拜六當天晚上的時候 蘇清泉這個人過去給人家印象 他就是比較溫和 他不會製造話題 他也不會作秀 敲鑼打鼓 他就是一個很低調的 以前是醫師 個性都很溫和 但禮拜六當天晚上的時候 他特別的激動 他說整個投開票的過程當中 裡面太莫名其妙了 尤其集中在禮拜六晚上 五點到八點 八點 九點之間 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了 讓他當天晚上 原本禮拜六說是要提出 選舉無效之訴 但今天是到法院裡面說要求要驗票 先驗票來看一下 他提出了幾個問題 他說中選會當天公佈的有效票 是大概38萬票 但是同一個時間 三個候選人 包括周初米 蘇清泉 還有另外候選人 三個人的票加起來 超過了43萬票 怎麼會滾動式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 新北市有180多萬張票 新北市這麼多人 開兩個半小時而已 屏東人那麼少 44萬票 44萬票開五個小時 開五個小時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包括你來看一下 這網路上傳出來 中選會的官網 屏東就是剛剛講的選舉人 原本一開始有個版本 是57萬總計 然後屏東多少 但是到這邊 屏東變成是15萬 這邊還是屏東12萬 這邊還是16萬 這個就是蘇清泉說的 為什麼選舉人數 選舉人數這是不會變的 投票數 有效票數 這個是會變的 看多少人去投 有多少有效 但是選舉人數是不會變的 當天不會變 為什麼當天晚上官網公佈的 選舉人數一直變 當然中選會選舉委員會 都會有他們說法 然後更詭異的是這個 三立 三立突然報了一個新聞 說計票員操作失誤 屏東的周春敏跟蘇清泉 票數對調物質 中選會在調查當中 蘇清泉看到嚇一跳物質 哪邊物質 怎麼個物質 後來怎麼對調 然後甚至後來對調回來之後 還聽說也出狀況 所以蘇清泉覺得有太多 太多不可思議的問題 所以他提出了這個 要求要驗票 尤其他們差距又非常接近 好 中選會有跳出來解釋 他說全程沒有異狀 而且精確 正確 精準正確 然後他說有一家媒體 未經查證 就是說有候選人票數對調物質 下標還寫中選會調查 根本沒有這回事 所以要嘛三立你腳尾犯 從頭造假 還假傳聖旨 中選會沒有要調查 結果你說中選要調查 完全一整套的沒有這回事 要嘛真的有這回事 但你憋下來 這個LP捏著就不做回應 三立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他們的回應是什麼 當然他們有更正 他說我們報錯了有更正 然後地方的選委會 有提出一些說法 他說為什麼新北市 180萬張票開兩個半小時 我們44萬票開5個小時 因為我們屏東 有這個三地平地的議員代表 新北市的選民拿到4張票 我們屏東拿到6張票 所以我們開得比較久一點 可是這個說法我不能接受 為什麼 180萬乘以4是多少 720萬 44萬乘以6是多少 264萬 差這麼多 為什麼你還是少人家票數很多 難道你說每一套程序不一樣嗎 你要解釋得更清楚 還有包括他有解釋說 為什麼會這個人數不一樣 他只有一個很籠統的說法 他說沒有從頭到尾 我們的選舉人就是67萬 我們的有休票就是44萬 從來都沒有改過 這是他們提出的一個說法 因為這個事情 兩邊的說法都讓人家沒辦法 就是都覺得很恐怖 如果指控的為真的話 這個實在是問題太多太多了 尤其是國民黨這次在 不只是縣長 包括恆春政長 這個非常罕見的 國民黨把他攻下來了 然後國民黨在屏東縣的 議員的得票也增加 多了兩席 他們是五黨的最多 民進黨跌了兩席 就國民黨在屏東是選情 非常非常好的 怎麼偏偏會投了5個小時 然後出這麼多的狀況 尾翰 其實那天晚上一直看到 最後開不出來的時候 我就趕快拿來蘇清拳 問他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有效票是38萬 可是我跟周春明加起來 已經破40了 我說他有什麼事 對 這個我是覺得 是最誇張在這點 就是說既然有效票是38萬 你們兩個加起來 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怎麼會已經超過40萬 所以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蘇清拳跑去告了 當然屏東選會 他會有他的說法說 沒有 那可能是一度 講成38萬 其實應該是43到44萬 口誤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全台關注 他是不是哪一個moment 而且你還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開票過程當中裡面 有一段時間 就是蘇清拳是超車的 超越的 你記不記得 這個就會有一點就是 如果是電視台自己把他打錯了 我們今天跟國民大會的觀眾朋友講 有時候電視台 他自己可能自己說 反正台灣那樣 沒想到投票率低 因為有些台那個陳時中 一直差講完不到2萬票 兩個小時都這樣 那也有媒體在選前所有的民進黨縣市 都是贏就通通輸 也有這種的 但是Key我Key錯沒關係 我現在比較在乎的 不是媒體哪裡犯錯 或者是他計票時間 時間長一點比較緊 這沒有問題 就是你到底當天 因為4點就知道你發出多少票了 對 這個不會錯 所以各地選委都會知道了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統計是 4點一到連投票率都知道了 對 就結束你就瘋了 沒有再投了 怎麼會 對 這個我是覺得 所以去告了 我也支持蘇清拳去告 不管怎麼樣現在目前看到賬面上的開票結果 目前的開票結果 他們兩差1萬票而已 誰想得到 說屏東對不對 周春銘的名字 是村米還是有村的意思 結果沒有 他真的是他爸爸取他名字 是因為這個意思 清拳也很容易拳 不是 蘇清泉 清泉是 泉水是可以救人 他在地方行醫三十年 那還有一點 我們跟大家講 民進黨他沒有注意到 周春明在初選的時候 國民黨的議長是支持他的 可是等到大選的時候 周典潤議長就回來了 所以其實蘇清泉他這一局 我就看司法 我們也不要干涉 他其實認為他是會贏的 蘇清泉他一直認為他會贏 就算他看出來票數 確實是沒有差很多 但我覺得選務一定要精確要公正 還有開票過程當中 有好幾個投開票所 因為蘇清泉有派人去監票 我剛剛講的總票數不對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票數有誤差 比如說差個30票50票的 他說各個投開票所 都看當場記得 跟後來看都不一樣 他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以往的紀錄 因為屏東也沒有像新北市人 那麼多 應該其實都是對的 結果他出現很多錯誤 他覺得好像今年的選務有點問題 假扮的 新北 新北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第一 我覺得蘇清泉這一次 真的選得很棒 這要先講 他只有蘇清泉 你講重點 主要就是說 交給你剛剛講的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九合一選舉 就是縣長會跟議員 或者是相對市長的票會連動 很多人就是出來投縣長 順便投議員 如果說民眾縣議員 他們的票有成長的話 甚至於付錯的話 這個有必然的關係嗎 多多少少會 多少少會相關 就是通常大家都會喊 蘇清泉一票 洪偉漢一票 這兩種國民黨的會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 譬如說屏東 橫村政黨拿下來 或者是屏東縣議員 有拿下來的話 蘇清泉的票應該 理論上應該會更高才對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你說新北市人口比較多 然後開比較少 他們開五個小時 他講說六張票 我稍微可以接受 因為他可能六張票 他要唱票的話 花時間會比較多 確實是如此 但是我覺得時間上 不會到兩倍的時間 對 不會到兩倍的時間 因為實際上大概 我那天在看開票 我沒有看 可是我各地有支持者 他都回報票數給我 很多時候是一個小時 就是四點開始開票 五點的時候 很多人都已經開完 都已經回報給我了 所以開票其實是很快的 因為他是所有的鎖 同時在同時作業 又不是輪流在作業 對 同時在 所以說你說 新北市開兩個半小時 實際上沒有開到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應該指的是說 中學會公布結果 對 所以五個小時 我覺得真的是很奇怪 那這中間到底 有沒有做什麼手腳 剛剛韋汗有講很多 我們需要一個公道 蘇靖遠也有講 他說他不是輸不起 他其實選輸很多次 他不怕輸 他說他是不怕輸 對 他不怕輸 然後他不是輸不起 也不是不怕輸 而是說這一次真的很奇怪 要一個真相 我覺得大家都需要一個真相 這次民進黨 如果是要用澳波 把屏東縣拿下來的話 大家都無法接受 所以要說得越清楚越好 不過有一個人臉皮真的是 比蘇貞昌更厲害 就是我們論委會主委陳吉仲 而且不知道是記者問他 還是說什麼樣的情境之下 今天在立法院 有人跑去問陳吉仲說 民進黨南部選這麼好 你是頭號大功成 他還順化說 我們政策 我們會繼續推行什麼的 你好意思 南高平勝選大功成 陳吉仲說我竭盡全力 爭取農民的福利 拜託 你這個給學生要吃的魚 都沒有吃到 斑斑有10斑 變成斑斑缺10斑 馬不知臉殘 急重不知羞恥心 然後我們的CPI 10月是2.72% 其實不算是高 沒有超過3% 2%多也是算高 但是比9月的2.76% 有稍微下降 但是我們的雞蛋 已經漲了一年了 漲幅是39.99% 就40% 46年來的最新高 你沒有把任何一個問題 給解決 陳吉仲你怎麼好意思 然後我們還看到 有日本一個非常漂亮的模特兒 叫北川宏美的 他就特別拍了一個影片 拍了一個影片 他從日本到台灣來生活 他就到台北的 我不要說是哪一家 大賣場 他就進去 他影片有寫哪一家 他就比較了牛奶 雞蛋 還有包括各種 必須要買的東西 結果他發現說 台灣的物價 怎麼會比日本 還要貴三倍 還要貴三倍 當然他一開始就是看到雞蛋 急重 你可能讓大家痛苦 你自己都沒有感覺嗎 這真的很離譜 然後高雄真的選得很好嗎 你確定嗎 柯智恩現在有一件事情 他宣布他未來一個禮拜 會有三天 因為他還有教職 他要當老師 除了當教職時間之外 另外有三天 禮拜四到禮拜六 他會留在高雄 他要跟社團伯伯伯 他也要去一些偏向的地方 他要生根 不只是留在高雄 而且是生根 大家比較沒有去照顧的地方 但高雄真的有選很好嗎 陳其邁這次拿到76萬票 2018年他幾萬票你知道嗎 74 然後大傻幣那麼多錢 都是千億百億的去補助他 結果四年來他只多2萬票 所以陳其邁真的選得好嗎 大家都說他產營 我們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立刻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拜託